谢霆锋大儿子谢震轩与异性国外逛街 被遗恋爱引发热议 据了解 照片是前段时间谢震轩和爸爸谢霆锋 去澳大利亚旅游期间拍摄的 当天父子俩分头行动 谢霆锋到著名美食店打卡研究美食 而谢震轩则四处逛街 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身旁出现了一位异性 曝光的照片中 谢震轩穿着上千元的宽松卫衣 下搭浅色运动裤以及户外短靴 打扮得非常时髦 和爸爸的风格非常相像 只见他双手插兜 低着头和身旁的女生一起看同一部手机 似乎在研究旅游攻略 偶遇他们的网友透露 两人靠得非常近 因此猜测他们关系匪浅 虽然女生的脸部被表情包遮挡了一部分 但隐约能看见这个女生的容貌比较成熟 看起来似乎比谢震轩要年长一些 因此有人猜测他是经纪人或是工作人员 不过也有人怀疑两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谢震轩才会撇下爸爸单独约会 众所周知 谢震轩是谢霆锋和张柏芝生育的第一个儿子 小时候很受爸爸喜爱 然而2012年谢震轩和张柏芝离婚后 谢震轩和弟弟谢震南便随妈妈一块生活 从这以后 谢震南再也没有和爸爸同框现身过 因此网上一度有传闻称谢震南因父母离婚 与谢震轩父子关系冷淡 不过 前不久谢震轩突然独自带大儿子去澳大利亚滑雪 这也是父子俩时隔十多年首次同框 所以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从曝光的镜头中能够看出 谢震轩和大儿子交流不多 但父子俩的关系并非网上传闻那般冷漠 反而十分亲近 谢震南会帮爸爸背包 谢震轩教儿子滑雪也特别有耐心 此外令人感叹的是 今年16岁的谢震轩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小伙 和身高174.5厘米的谢震峰看起来一样高 并且不论是有黑的肤色 还是立体的五官 甚至酷酷的气质 父子俩几乎都一模一样 说起来 谢震峰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恋爱 女朋友几乎都比她大 包括大四岁的戴欣卫 大八岁的赵璇 以及大十一岁的王妃 如果谢震轩真的爱上年长女性 那么这点也和爸爸如出一辙 当然 仅停这两张照片 还不能断言谢震轩恋爱了 目前谢震峰还没有回应此事 张柏芝则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取消了接下来的行程 不管怎么样 当前希望谢震轩好好学习 不辜负父母期待越变越优秀 谢震峰16岁大儿子 Lokas疑似交女友 还是姐弟恋 说句题外话 港媒这标题 还是一如既往的吓人 前段时间 有个谢震峰带Lokas 去澳洲学滑雪的新闻 结果后来被拍到 Lokas和一位陌生女子走得很近 两人边走还边交头接耳的 看起来关系挺亲密的 因此被港媒推测是Lokas的女友 但这位陌生女子 看起来似乎比她妈妈张柏芝年纪还大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们觉得 怎么看怎么像是工作人员 毕竟如果真是女友 一起去的谢震峰也不答应吧 而且算起来 这次滑雪应该是Lokas和谢震峰 时隔十年第一次被拍到合体 当时还有新闻说张柏芝那段时间 刚好也在澳洲 一家人私下说不定还见过面 甚至有媒体揣测 谢震峰和张柏芝是不是复合了 所以无论怎么看 这位陌生女子都不像是Lokas的女友吧 只能说港媒确实真的很敢猜 再加上Lokas作为谢震峰张柏芝的大儿子 本身就格外受外界关注 从小的高颜值更是直接继承了爸妈的优良基因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Lokas好像有了自己的想法 和爸妈的颜值逐渐偏离 不少粉丝看了近照后 纷纷感慨太可惜 不过有着爸妈的人脉资源 相信以后Lokas如果想进圈内发展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谢震峰张柏芝 都算是娱乐圈的长青术了 谢震峰在电影和餐饮方面发展得不错 有自己的发展规划 倒是张柏芝自从参加完浪姐后 本以为会再次飞升 没想到前两天工作室突然宣布 因身体抱养 不得不取消八月所有公开工作安排 这一消息倒是挺让人措手不及的 结果没想到 评论区一些评论更让人措手不及 保胎 产后至少休息一个月是什么情况 难道张柏芝刚生了四胎 三胎生父还没弄明白 这就生四胎了 但细想好像又不可能啊 虽然之前也有港媒爆出张柏芝怀了四胎 但如果真的生了 只休息一个月好像也不大可能 怎么着也得些几个月吧 那究竟是因何事停工呢 又有网友出来说 是因为张柏芝和内地向华强孙东海 秘密领政了 而对于这条传闻 两人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 刚好之前张柏芝外出聚会时 孙东海被拍到疑似陪伴在侧 所以张柏芝停工 是不是为了准备和孙东海结婚的事情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谢霆锋对此事的态度 倒是挺令人疑惑的 态度一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面对媒体的询问 谢霆锋不仅冷脸回应 还丝毫不关心张柏芝的身体状况 连孩子的情况也不闻不问 有港媒爆出疑似是因为 谢霆锋不满张柏芝只想工作 不过孩子 所以才这个态度 张柏芝这次宣布停工 大代率也和谢霆锋的态度有关 但说真的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黑脸的话 也有点夸张吧 张柏芝为小孩付出多少 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明明是一线女明星 自从结婚生小孩后 几乎没什么曝光度 事业停滞 主打一个在家相夫轿子 之后因为和陈冠希在相遇 张柏芝不仅没有避嫌 反而还和陈冠希合拍这件事情 成了压垮风支的最后一根稻草 两人还是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 张柏芝又带着两个孩子定居新加坡 将谢霆锋给的十年抚养费 全部留给了两个儿子 众所周知 单身妈妈的生活到底有多难 即便是女艺人 在面临独自带娃的时候 也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但张柏芝不仅经济上支持两个儿子 在平日的教育上 更是努力给儿子们树立榜样 生活节俭不奢华 注重培养孩子的节约意识和理财观念 还经常带孩子参加公益活动 让小朋友从小就懂得珍惜所拥有的 懂得如何帮助他人 在做母亲的这个话题上面 张柏芝是无可指责的 就连向太都夸张柏芝是个好妈妈 如今好不容易又通过浪姐 重归大众视线 赢得新的关注 以为他是因为小孩长大了 要重新开始拼事业了 结果没想到 才刚搞了几天事业 就又停下来了 希望他这次只是短暂的休息吧 这么好资质的你演员 如果真的又重新开始回归家庭 那才是一大汉事 好资质